9月9日上午9时,清华大学举行2020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。典礼上,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寄予新生,拥抱乡土情怀,守望美好家园。 才能从乡土中汲取源云不断的成长力量,要拥抱乡土情怀,对这片土地的人们怀有敬意,理解他们的优落干苦,欣赏他们的质朴可爱,要自根家国热土,服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 与他们一道,守望美好家园。 大学时光即将开启,新生们应如何规划新生活,建筑学院副教授郑小迪给出了自己的建议。 我们总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,但这里的准备并不是为了机会,因为机会不可预期。 真正的准备是勤奋的努力,扎实的积累,踏实的作风。 当下看似有利可图的选择,从长远来看则未必然,过程中所丧失掉的信任,可能会令你失去真正重要的东西。 而当下似乎看不到回报的认真付出与投入,可能却为未来打开了一扇惊喜的大门。 参加开学典礼的学长学姐也通过分享疫情期间的感人故事,鼓励学弟学妹们主动关心社会,担当时代责任。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,秦华立刻组织了无偿献血活动,有一百多名师生前来献血。 在核酸检测数量剧增的时候,秦华的540名志愿者连续工作了35个小时,录入了约9万份数据。 疫情面前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战士,我们用责任与担当筑起了严密的防线。 典礼现场,来自武汉的新生代表刘奇瑞回顾了疫情期间的心路历程,由最初的惶恐到坚信春将来,一场疫情让他见证了生命的坚强与韧性,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个人、家庭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。 我不会忘记参与元建雷神山医院的父亲,早上匆匆出门的背影。 我不会忘记戴口罩,穿房护服,挨家挨户登记体温的社区工作者。 我不会忘记募捐平台上千千万万人的点滴爱心。 我不会忘记线上课堂里,老师的耐心讲解,同学的热烈讨论。 今天是我们人生路上一个全新的起点。 我们要将个人理想、人生价值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。 今天在学校努力学习、成长。 明日奔赴远方,扎根人民,奉献国家。 据了解,鉴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,本次开学典礼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。 线下设置了21个会场,并面向全球同步双语直播。 近500名新生代表在综合体育馆主会场参加典礼, 3000余名新生在分会场通过直播管理。